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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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俊讲这些讲过那些 趁着梅姐的生日 去世20周年 他们歌迷会又做了很多活动 大家去怀念梅艳芳 我们这个频道是集体回忆 所以我们前面两集 又讲到电影、展览 少不免我们带大家一起回忆梅艳芳的事情 好吗? 当然我们上一集也有讲过 对于梅艳芳的人生最低谷或者最彷徨 应该是在92年掌握事件 我在仓中找了这一本 江湖喜撒基 梅艳芳隱伏被禍 这个日期是1992年5月15日 换言之掌握事件应该是3、4月之间发生的 是吧? 我们在梅艳芳电影中 也有看到电影的描述 就是他在酒囊里卡拉OK 然后有个大佬叫他进来唱首歌喝杯 他不肯刮一巴 这个就是电影的描述 因为我们要知道 这些江湖市有些不能太具体来说出来的 第一,从来都没有人再问那间卡拉OK是在哪里 你们知道吗? 流浪星? 不是 是不是叫流浪星?我不知道 但这间卡拉OK是九龙堂歌和老街 就是我们窩打老道 左转歌和老街 大洋不是 亦不是 大洋是百多米 就未转进去 因为有一条路就转进去九龙堂地铁站 现在仍然是荒废的一个别墅 当日是一个夜场 就是卡拉OK 因为在那个年代 每个都唱卡拉OK 他就不是商业大厦 不是New Way 不是嘉宗洪 不是那些 那些 那当然是 我这个场上是 懂得的人去 那我所说的 如果你开车经过 你就会看到 现在是荒废了 就看到那些场是黑色的 那样 下次会长你开车我指给你看 就是那个地方 那我当然也是八卦人 但我第一 不喝酒 不去那些去趁那些夜场 那后来听回来 当然 謝夫 你走行 更加知道很多 我听回来 就是 为什么会有江湖人士 在走廊 然后去掌握呢 但其实真相 和某一个圈中人 一些很亲密关系的 其中一个人有关的 那这个人物呢 这件事发生了之后 这几十年都没有 在香港 原本他是做一个幕后制片 就是因为 都有一些关系 所以是很活跃的 那事发当日 我听回来 就是 因为有很多人 就串 一间A房 B房 C房 串的嘛 这个人又认识 又拍过我们公司戏 这个大佬又在谈 开戏 开戏 那些人兄 就见到 妹姐 哎呀 妹姐你过去打个招呼 如果没有这个人去 拉梦呢 其实 江湖大佬 我唱歌 都不是说有明星 就一定要去烦人 就这个热心的幕后人 就去拉他 但是拉到他 又懂得你 那唯有 就是过去 就发生了这件事 就不是好像电影 描述那么简单 而这一位人兄 因为创造这个禍呢 过去的二十多年 都没有在香港出现过 因为出现了 我想 他都有人身安全 这个就是我听到的版本 至于是谁不可以开名 一会儿 关机我去告诉你 好了 你不借 你真是衰 我不是说什么 你所收到 因为牵涉的事情 就是 有人 就是一些江湖市 出头 跟着就是 牵起风 又是湖南邦 就是那个 那个大哥 叫王朗为 我们这本书里面 是有 是有 写到这件事的 那 那 找了一些江湖背景的人 就 喂 是我们的人被人欺 于是乎 就去 好像是 先是 好像刚才说 本来就是 大家唱歌 慢慢都是这样的 江湖人当然是出谷 那个年代 亦都有很多江湖人去开戏 也是这样的 喝了酒会怎样 会醉 会大声 是 可能是有时候 情绪又激动 那就开始发生 就是 电影里面很多都对的 不过仔细度 是 是 可以 没错 刮就肯定发生了 是 发生了就惨了 听说 是死亡人打电话 对 很多人打电话 是 很多人 听说 妹姐那间房间 都有很多演例中人 都有一些背景 有部分 是 哇 很努力 哇 我姐被人打 还可以 那时候很流行 叫吹鸡 是 手提电话 开始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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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立刻吹了 听说 那会场 都有人看 嗯 因为那位 挖人的大哥 就是大哥 是 本身那间房间有很多人 那间房间有很多人 有了 三四八 怎会没事 总之 鬼叫你哼 印 就是有这个问题 接着呢 發生了 我说一点 未必是最准确 但是 都是集合当日 很多不同余记 有些编辑记者 各自收缸 有真有假 大家去吸收 想一想 总之 有人挖了巴巴 有人想帮梅杰出头 就吹了一大班人 那见拔老张 肯定是有人打架 是否大哥受伤 大哥不是职场 其实是逃了 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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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去了浸会医院 我们收到那封 总之 有全国其中一个很大的社团 大哥听到之后 就派手去搞定他 搞定的层次有很多事情 搞到他都够了 惩罚他 很多草层次 一晚这么短 又喝了酒 有人听说 那时候有个很厉害的 后来也去世了 湾仔之府 他惩罚了挖人的人 谁知道半生不死 就进了浸会 有人说 搞错 不知道什么人 就说 等别人复缩你 复缩你 复缩就是叫报复 是 后来就发生了 直接斩死了 槍击 好像在医院 医院总之死了 多少点死都死了 当然 替人投者 也被人替的 半年参加赛车 参加赛车 奥本也被人搬 就这样 我这本书封面故事就是触发江湖杀基 我读一段 电影公司冬主王朗为5月4日晚 卡拉OK 所以发生事是5月4日晚 卡拉OK与梅艳芳发生争执 5日晚遭人斩伤 即是第二晚 即不是即晚的事 第二晚遭人斩伤 进浸会医院就医 7日凌晨 遭枪击 11日不治 即是他5日入医院 6日就在想 7日凌晨 好了 大圈仔中的湖南邦誓言对此事不罢休 是由梅艳芳引起 故传出不会放过梅艳芳的消息 涉嫌商人的男子 是被申义安称为 湾制之苦的人 所以湖南邦亦揚言要与申义安 勢不两立 现在梅艳芳现时已隐居起来 由私家保镖保护 并希望找到 找人向对方解释清楚 擺平此事 这本雜誌是5月15日 都很快 11日 是 小欣姐所说的 全部出动 好了 但我们后来看电影 和后来的事态发展 我们都知道 陪她去泰国 就是阿Ben 林郭斌 电影里面就是 《台湾男星》 拍过我的电影 到嘴边 她开始做的 但不要紧 但这件事 92年 我根据电影 因为那一年 她的审死官 是刚刚破了香港记录 是个庆功 所以 人最高的时候 就会 跌下来 福邪和之所致 这些事会发生 因为这件事 当然 后来 很多 所以 我们有一次 找雜誌 小欣姐说 1992年 是香港 娱乐界的电影圈 很重要的事 因为那一年的年头 二月份 是演艺圈 大游行 反对暴力 你会明白 演艺圈大游行 那个标语 没有反对黑社会 因为不知如何界定 所以是反对影圈暴力 因为那一年后 那一年后 加油起事 底片被偷走 接着大游行 接着5月 就发生梅艷芳事件 还有那一年有什么事发生 因为根据我上几天去买的那本书 1992年 真的不说 你不知道 演艺界 反黑社会游行 这个不对 没有说是反黑社会 是反暴力 另外 原来是彭定康上任 肥彭 所以就天翻地覆 还要说是民建联 成立 李慧琼 李慧琼还没说 争到醒 另外就是政改方案争议 这个就是我们看娱乐圈的事 社会发生什么事 另外就是那一年 开始影坛有四大天王的称呼 四大天王其实在92年之前 就是刘德华很红 黎明很红 张鹤有唱歌好 歌神 就没有人用四大天王 是怎样来四大天王呢 就是这个题外话 就是反正讲到 是据我所知 黎晶说是我将他们一起调调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黎晶那时在拍《郭富城》 《郭富城》是台湾邱福生公司的人 邱福生找了黎晶拍戏 没有《合七公主》 《游戏机》的街坝 都有郭富城 怎样令到一个人立刻上位呢 他就跟记者说 现在影坛有四大天王 一个刘德华 一个黎明 一个张鹤 还有一个郭富城 郭富城就立刻 彈了上去 因为不是李克勤 不是郑伊杰 这个四大天王 中国人对四大天王 是特别好感的 因为我们去的庙都有四大天王 四大罗汉 四大金刚 所以有些人说 是的 因为娱乐版最重要的是有话题 什么都四大天王 九二年了 四大天王 今时今日都还说四大天王 那些大陆中央台的春晚都说 可不可以今年又找四大天王来 四大天王在那几年 九三、九四年 港台、商台的活动 他们四个不介意一起拍照 后来各自修行 现在很少可一起 但其实四大天王 真的没有试过同场 是一套戏出现过的 戏就真的没有 戏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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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 segundo 好了 我們說完九二年四大天王 回到梅姐 梅姐這件事發生之後 我們看電影 當然多謝電影的梅艷芳 她對於很多公益 我想她對於社會 為什麼會發生這些事情 她應該有自我修正和檢討的能力 所以她是做公益 證災活動 義演 她都義不容辭 而因為有華東水災 又有八九的學運事件 後來有沙士 勾起她的那種 因為她是黎縣出身 她是有草根的 有這種市井江湖氣 所以她就承擔了很多東西 甚至乎在一些事情的判斷裏面 她都有自己的立場 所以後來有人說 她是香港的女兒 就是這樣來 我覺得是 梅艷芳 她的形象 無論舞台上 電影上 千變萬化 八變 你現在再數一下 現役的歌手 或當時跟她同期的歌手 有誰可以像她那樣 坦白說 無論她的歌 電影 舞台 她的出色程度 可能有些人可以獨當面在舞台 或者電影 但是你說三者共融 都能夠發揮到這樣 你說比較接近 有壓場的 跳舞 唱歌 演戲也好 鄭秀文算是很接近 但是鄭秀文不讓你看壞女孩的形象 梅姐是不介意 我們看電影 劉培基說 整個新形象 整個尖的 鄭秀文 整都沒有東西提 我剛才說 尖的沒有東西提 沒有其他的意見 鄭秀文有一條羽毛 眼尾 那時候有一條羽毛 但是 演技的多樣化 做呂宗豪傑 沒有人可以好像 英雄經常做呂宗豪傑 但不可以一起 說的 你是背到妃 是第一女主角 又有號召力 又演技多變 梅姐真是 不能取代 兩位還有些什麼 懷念梅姐 有沒有 見過梅艷芳真人 我就是那次去探班就見到真人 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去看龍國雞年 剩下寫日記 寫了很多年 但是他有同氣場 而且他人真的有什麼好 我剛才做了一些卡片 我剛剛做記者 記者兩字而已 以後可以做訪問 我想你是巨星來的 不是開玩笑 後來他叫助手叫我們 那時候他有點誤會 我是一本便利記者 他去檢查一本便利是哪個公司的 周漢 我們不能做 真的 胡掌你見過梅艷芳真人 沒有機會見到他 我當時商台的活動 巨星籃球 或者譬如我們一些 好像我說 黑心鬼 雖然是不怎麼樣的電影 是五馬陳友 梅艷芳因為當時是向華強公司拍的 好像陳惠毅做導演 我負責寫劇本 有時會片場 但是 正如我們 是一個小編劇 都是熟悉的 我們當時有沒有手機 又不會 拍照 但是 對於梅艷芳 是一個很豪爽 很大戲 好像你說的 很有氣場 所以我們趁 這一輪 年輕二十周年 我們利用這個頻道 向梅姐 致敬 好嗎 OK 我們今集到此為止 OK 拜拜 拜拜 拜拜